超过2000名来自周佛士孤来国光二校的学生 今天早上手握着乌克利利 其聚在学校礼堂 在老师的领导之下一起挑战 打破最大型音乐课程的建立式世界纪录 学生专心聆听教练指导长达30分钟后 用小手弹起了耳熟能详的爆红儿歌 Baby Shark 马上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 士孤来国光二校超过2000名学生 今天兴奋地拿着乌克利利前往礼堂集合 因为他们即将挑战打破 最大型音乐课程的建立式世界纪录 上个全球最大型音乐课程的 建立式世界纪录保持者由日本拿下 当时共有2489人 在2014年学习催奏淘迪后演奏 如今主办单位Gruns教育机构 和士孤来国光二校联手挑战刷新纪录 从澳洲悉尼远道而来的建立式世界纪录 认证官索贝尔 讲解相关规则后宣布挑战正式开始 学生在中午12点38分正式上课 他们专心地聆听教练的指导 在30分钟内学习耳熟能详的爆红儿歌 Baby Shark 小小挑战者在下午1点08分上阵 展现学习成果 他们开心地演奏着歌曲的同时 力求打破世界纪录 经过20分钟的审核后 索贝尔正式宣布 共有2869名学生一同参与乌克利利的音乐课程 成功打破最大型音乐课程的世界纪录 最开心的莫过于全程参与的小小挑战者 95%的学生第一次学习弹奏乌克利利 如今他们刷新世界纪录激动不已 我以前是没有学过乌克利利 我觉得很荣幸可以这样学乌克利利 跟很多人一起这样学 你听到Baby Shark这个宝 你怎么开心 开心 很开心 因为都是我们会的 很开心 下次希望可以有这样的活动 以外这样可以为校正光 好玩 应该让我们学生学到很多东西 当然要拿下建立室世界纪录可不简单 学生必须在半个小时内 全神贯注地学习乌克利利的演奏 索贝尔在随后的记者会上指出 建立室单位刷下五名学生的参赛资格 索性参与并认真学习音乐课的学生人数 还是远远超过2700人的目标 Glens教育机构执行董事周顺凯表示 乌克利利是最容易学习的乐器之一 因此小朋友学习过程中 能减少挫败感 提升信心 他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能让更多小朋友感受到音乐之美 改善我国这片音乐沙漠